哈喽大家好,我是Gulu 今天的视频呢,想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的胃到底有没有可能被称大 或者是有没有可能被饿小 想要这个话题也是因为我收到一条私信 有一个女生问我说 觉得自己在春节和疫情放假这段时间 自己每天吃的都很多 然后而且越来越难吃饱 问我说是不是因为自己吃太多把胃称大了 所以说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情况到底有没有可能发生 如果你懒得看今天完整的视频的话 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我们的胃的大小 在我们成年之后就几乎不会有任何的变化了 虽然说我们的胃会随着我们吃饭的时候 有张大或者是收缩 但是当我们饭后大概在四五个小时之后 你的胃就会回到一个原来的一个正常的大小 但是有些人肯定会问我 那为什么我会有一段时间吃了很多之后 就会觉得自己的胃越来越被难以填满 或者是说你可能饿了几天 你吃了一点就会非常非常的容易饱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是因为其实决定我们感知到自己有没有吃饱 并不是依靠我们的胃 而是依靠我们的大脑 是我们的胃向你的大脑传出信号 告诉你你已经吃饱了 但是我们的胃跟我们身体上其他所有的肌肉都一样 当你越用它的时候它越柔软 当你长时间不去使用它的时候 它就会变得没有那么柔软 变得相对来说比较的紧张 所以说决定你在吃饭的过程中 能不能很快的感知到自己吃饱 并不是依靠你的胃的大小 而是依靠你胃的伸缩的一个能力 我们可以把胃想象成一个气球 就是当你胃在膨胀的过程中 它可能就会触碰到一个 你的大脑中的按钮 然后告诉你你已经吃够了 然后你不需要再吃了 但是如果说你经常会用它 它的伸缩能力非常强的时候 它可能会无限的膨胀膨胀膨胀 然后你的大脑还没有来得及感受到 它已经吃饱了 所以说呢 胃伸缩能力越弱的人 他相对来说感知到饱 可能就会比较的快 这也是为什么 可能你们一组人出去聚餐的时候 有些人吃几口 然后就喊饱 但是有些人可能吃了很多 还没有那么快的感觉到 自己已经吃饱了 不需要再吃了 我想说其实你的饱的快慢程度 其实和你减脂的容易 或者是你保持身材的容易程度是没有那么大的相关的 这件事情之前也有过一个研究 就是很多那些非常容易保持身材的人 他们可能实际的胃的体积反而更大一些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每顿饭吃的少就好 因为其实你每天身体需要的热量是恒定的 需要的营养也是恒定的 就拿我自己来说 虽然说我可能一顿饭吃的少 但是我一天可能需要吃很多很多很多顿饭 然后来让我自己有充足的营养和充足的能量 那么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现在已经很难吃饱 感觉自己的胃伸缩能力已经非常非常强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呢 第一呢你可以尝试少食多餐 比如说你可以把你早餐或者是午餐的热量分成几份来吃 然后这样可以既能保证你每天的热量和营养的摄入 然后又可以帮助你的胃去重新更敏感的去感知到自己吃饱了 第二呢你可以尝试去吃一些热量密度比较低的食物 什么叫热量密度低呢 就是那些可能体积很大 但是包含的热量比较少的食物 举两个例子吧 比如说生菜和薯片 这两个东西可能每片的热量差不多 但是它们看起来体积会差非常非常多 这样呢可以帮助你添饱你的胃 然后让你感知到自己吃饱了 然后同时又不摄入过多的热量 但是呢我也不建议大家说依靠水呀 或者是依靠蔬菜这些去吃个水饱 我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我之前的四维饮食法的视频 我也把视频的封面放在这个地方 其实那个视频里我比较详细的讲解了一下 大家到底在减脂期间如何去更好的去挑选食物 然后如何让自己吃得饱吃得开心 然后同样又能快乐的减脂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啦 我是咕噜我会分享一些好吃健康食谱和一些健身单货 然后记得关注我哦 然后记得给我投币点赞 然后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爱你们